好想要做路由呢 我们得先拔一下 它的实力中的路由是怎么做的 所以说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连接中 这个index.js和 uders.js 这是它自带的 这个我们还没有开始建的 这是它自带的 然后这个里面 首先它要引入一个 Core2.js的这个插件 从这我们看出来什么呢 看出来是Core2.js 这个路由的这个插件 是独立于Core2.js的 就是说我们本身如果是 就是我们这儿 就是app.js里面 如果是我们只引用 Core2.js里面 它是就这个 它是不具备路由功能 所以说它必须自己 安装一个Core2.js的一个插件 这个我们可以从 我拍个点Disc里面去看出来 这个Core2.js 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单独的插件 对吧 这个单独的插件 然后它Core2.js是分离的 那这块我觉得是 做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像express里面 它把路由都集中起来了 都集成进去了 集成进去也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是拆分开比较好 就像升级 可以单独升级之类的 然后router.get.post 这个我们就不用想了 肯定是这样 对吧 然后后面加个路由 后面这个async 我们刚讲过 对吧 然后后面参数 context和next 大家看await await context router 这个router是什么意思 这个router其实就是 它是集成了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views这里面 大家看router后面 加了个index 它就相当于是 找了index 点pug 然后里面传过title 等于Hello Car2 然后这个title是什么呢 就会把这个title 把这个东西给替换 所以说我们浏览器访问 才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的模板就是在这儿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所以说这个context 这样router 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下面有个getstring getstring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 自乎刷的一个例子 对吧 然后这个context 这body 等于Car2 String 我们看一下 直接去访问 应该就可以 虽然说我之前没有访问过 好 大家看Car2 String 对吧 OK 那我们到这儿 你就看到了一种方式 如果我想访问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去context 这样body 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后面接着有一个json json是我们比较需要的 对吧 就是我们之前的机会 反馈的都是json 是吧 然后这个有一个async的函数 然后里面叫context next 然后后面context body 是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去访问 直接去访问一下 好 大家看 从这儿看吧 看得比较清晰一些 是吧 反馈的是个json 对吧 OK 知道这个之后 至少是我们知道怎么去反围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context 这儿 body 复制成什么 就是反围一个东西 然后再就是路由的一个中间件函数 必须是一个async的语法 就不管你后面有没有有没有用avace 必须是async的一个函数 然后后面这个context是什么 context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request和response的一个集合体 就是在express里面 express里面这个地方直接写request和response 这样是next 对吧 这是我们express的写法 但是在con2里面把这两个合起来 合起来叫一个context 这是他这么做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如分开好 分开的话还比较清晰 人家合起来的话 可能是 这儿可能我说的有点ty话 就是他合起来 我感觉是有点为了迎合那种前端的同学 他不知道attp的协议的一个详情 然后就是这样合起来之后 然后他把这些方法进行封装 用起来可能比较方便 就是好入门一些 如果是context这个东西 对于不了解attp的同学 可能是比较好理解的 但是如果是request和response这个东西 拿出来之后 你如果不了解attp的协议 那很难理解这两个概念 对吧 还不如说我们直接就用context来代替 这个人者见人 就是我是怎么那个看法 跟你的看法没有关系 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好 那我们说个话题 context它这儿就是一个request和response的一个集合体 但是它还定义了一些其他的语言法 比如说context的报道也复制成什么 就是一个反馈的内容 然后这个next基本上是和我们extrx的next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一些很细微的区别 那我们在接下来讲中间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 然后这是index.js对吧 然后再往下是util.js.js 它也是先引用了一个coron router的插件 然后这地方大家看它加了个前缀 前缀是什么意思的 前缀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个getgameru 这个getgameru也好 getgameru bar也好 这个都是在这个前缀基础上的 所以说我们要访问这个 this is the user response 我们必须怎么访问 就是加一个前缀users 然后再加一个写线 好大家看是不是 是不是 OK那我们如果想要这个 this is the user bar response 然后我们必须加什么 这个直接访问这个bar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必须加前面加个readers 然后后面加个bar 是吧 所以说根据这个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那个blog和user的路由呢 我们必须要加一个前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 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blog的路由 blog.js 根据这个地方的写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先给它考过 就直接全部考过来吧 usersers.js 先关掉 好前缀 blog前缀是什么 是api 然后blog对吧 然后直接我们get一个list getlist 让context.body复制成一个什么 复制成一个 就随便 我们先随便写吧 连完数据库之后 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对吧 data等于双 比如说等于获取blog列表 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先不要 然后这儿呢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叫 我们有时候要获取这个url参数 对吧 复制context.query ok query直接写上 我们看能不能返回 ok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router给它 收入出来 对吧 这是一个get的情况 然后收入出来之后 我们当然要在这个地方去应用它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应用它 然后我们直接拷贝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就去blog 应用完之后 我们还要去什么 我们还要去注册 对吧 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users改成blog ok 这样注册完 对吧 注册完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下空的台 好 没问题 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直接去防卫 api blog list 好 我们看一下返回的结果 data是一个里面获取 勃克力表 这个没问题 anormor等于0 query等于一个空 因为我们这儿什么都没传 对吧 比如说我们传一个query 叫什么keyword等于a andauthor等于理4 这样啊 之前我们一直这么写 对吧 好 大家看 传完这个之后 返回的是query里面就有值了 author等于理4 keyword等于a 好 这就说明我们 是通过这个context.query 是能拿到这个query的值的 ok 这是那个get的一个形式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post的形式 post的形式 我们直接看登录的那个路由 user 创建个user.js 然后我们直接这么考吧 直接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 第一行不用改 第二行 api 我们改成user router.post 对吧 post 然后login login 然后里面 好像我们这个地方要加一个assync 我们说过 对吧 就是路由的中间键必须是个assync 看数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解释一下 刚才是这个地方没有加assync 但是它运行挺好 对吧 我们在最后在讲中间键的原理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到 它这个地方是有个兼容的 就是你不写assync 是有兼容的 但是不写assync 有个什么坏处呢 就是不写assync的话 如果多个中间键串联的话 你跟next可能就是不会出错 所以说 或者说不写assync的话 你这个里面就不能去写这个 比如说await next 这个情况 对吧 就是说你如果不写assync 你这里面就await 它会爆错的 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每个中间键函数 我们都可以写await 那抱歉 我们要求就是 所有的这个 号二里面的这个中间键 当然这个路由也算是中间键 对吧 这里中间键我们必须写一个assync的一个函数 刚才没有爆错 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用await 所以它不会爆错 如果用await就会爆错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 再重新把assync这个换言词给加上 加上之后呢 获取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 登录嘛 user name password 这两个呢 要去这个context.request.body里面去获取 按理说 按照extrest那个方式来说 应该直接去context.body里面获取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context.body 后面明显是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说我们肯定不能用那个context.body来获取 我们要使用的context.request.body 表明它是通过request.body去获取的 OK 那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返回结果 直接就改成user name和password 就证明我们这个post的请求 全是已经把这个结果给返回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context.request.body 它是从哪来的呢 因为你这个app.js里面 已经注册了这个body.password 和这个json这两个中间建了 所以说它才会不用我们再自己去手动分析这个post的这个data OK 那我们完成之后呢 打开postman去测试一下 localhost的8000端口 然后apiuser login 然后apiuser login body里面呢 我们写user name等于 李四吧 这次用李四 然后password等于 比如说叫456 当然这个背叠证选 我们只是测试一下而已 OK send 那它放了 就是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我们看一下 没有发现 应该是 好像是这儿没有注册 我们虽然路由定义了 但是呢 我们app.js里面没有注册 好 我们就注册一下 这个user和blog放一块就行了 包括在下面我们也注册一下 好 保存完之后 我们再重新去send一下 这儿它发货了数据之后 直接是iron number等于0 iron number等于0 它的声明user name和password没有返回 原因是这个地方 我们格式没有改 是text的格式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json格式 json格式就是发送的是一个json 然后send send之后 它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格式不能选择 肯定json是解写不出来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login的接口和list的这个接口呢 把这个quire2如何处理 get请求和post请求都已经演示完了 演示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利用这个路由的处理 把我们其他的接口都给做出来了